欢迎收看多肉植物养护技巧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主持人一木 那今天这场课程我们来学习多肉养护技巧上最关键的一个技巧 就是如何给多肉植物正确的浇水 应该怎么浇呢 很多花友其实在家庭盆栽多肉的时候都浇错了 尤其是新手花友 如果浇水浇不对 多肉植物是永远都养不好的 那具体应该怎么浇 这场课程应不将以实力的方式详细的来教大家 我们来看吧 好的 大家眼前看到了就是多肉植物最普通的一种观音莲 那在我们家庭盆栽养各种各样的多肉植物 大家养死了 最终的原因95%以上都不是干死的 而是什么 浇水浇多了给浇死的 多肉植物浇水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比起我们普通养的草本植物木本植物来说 多肉植物的浇水为什么不一样 这跟它的基因有关 鹰母首先告诉大家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一般的植物啊 像来到了夏季 正是它生长旺盛 薛水量最大的季节 为什么 夏季炎热阳光又足 它的水分蒸腾极快 因此它薛水量就大 这个谁都知道 但是多肉植物却跟我们这些普通的植物完全不一样 来到了夏季 清温升高以后 大部分的多肉植物啊 我说的是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多肉植物到了夏季以后 它开始不需要水了 诶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多肉植物的叶片来到了夏季 它的气孔啊会关闭 太炎热的时候它会关闭 关闭之后啊 它几乎就不怎么蒸腾水分了 它也不需要水分了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多肉植物夏季的一个休眠期 或者半休眠期 来到了这个休眠期之后 它既不怎么蒸腾水分 也不怎么需要水分 但是很多养新手花友养多肉 它不知道啊 它以为多肉植物跟我们平常养的一些花一样 这么热 水分肯定干得快 赶紧给它浇 那这个时候呢 你水一浇多 它本身也不吸水 浇多了以后 闷在花盆里面 气温又高 高风高湿同时存在 一闷就把根给闷死了 根性一死 你说你的多肉是不是死了 所以啊 我们养多肉一定要学会浇水 尤其是夏季的浇水技巧 那我们如何在夏季正确的给多肉植物浇水呢 要么告诉大家 在整个夏季啊 我们一定要学会严格的给多肉植物控水 所谓控水就是严格控制浇水 控制浇水不代表 不浇 浇还是要浇 那我们怎么浇呢 用不浇大家以下的几个技巧 第一个 我们要给多肉植物浇水之前 一定要严格遵循一个干透的原则 什么叫干透 你把你的手啊 摸到花盆里面去按住 用点力气啊 按住土壤 十秒钟 你感觉土壤表面非常的干燥 不仅如此 而且土壤底部还没有潮气传上来 这个才能代表它彻底干透 很多花友啊 看到这个盆土表面啊 干了啊 就以为它干透了 其实里面都是湿的 所以一定要手摸 按十秒 感觉没有潮气才干透 干透了 才能代表你的多肉可以浇水了 那是不是干透就马上浇 不是 听好第二点 我们在夏季给多肉植物浇水啊 不是说它干透就浇 一定要等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在整个夏季 有一段时间气温会下降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给它浇水的最好时机 前提干透 第二个前提就是啊 气温有一段时间会下降啊 夏季都是这样的 比如有段时间阴雨天会下降 那这个时候就是给多肉植物浇水的最好时机 好 这是第二个前提 第三个前提就是我们浇水要选时机 不能够在中午浇 不能够在早上浇 一定要选择什么时候呢 晚上六点钟之后的傍晚给它浇水是最合适的 第三个时机就是六点钟的傍晚浇水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呢 因为到达了晚上六点钟之后 傍晚它的气孔会逐渐打开 开始蒸腾水分 吸收水分 这个时候给它浇水立马会被它吸收 所以说这个时间浇水是最好的 大家记住 第四个技巧就是 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不要给它浇多了 在夏季 不要给它浇透 一下浇很多 把整个土壤全部闷住 加上如果你养的环境通风又不好 那闷住一样有可能闷死根 所以在三个前提满足之后 给它夏季给它浇水 少浇一点 不要浇太多 明白吗 那就可以了 那以上四个技巧 就是给多肉浇水的关键技巧 好 下面一幕讲第五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很多话有说 我怎么听人说这个多肉植物浇水的时候 不能浇到它的叶片上 否则这个叶芯接水 这个多肉就死掉了 是不是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说法 那应不告诉大家 我访问你一下 这个多肉植物长在大自然当中 那下雨时候怎么办 下雨难道不下到它的叶芯里吗 那是不是一下雨 世界上所有多肉植物都死光了 死绝了 有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浇水 你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 应不告诉大家 浇在叶芯里就像这样浇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他会非常的喜欢 并不会死掉 所以这是一个误解 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 你养护的多肉环境一定要通风 那你如果养在不通风的环境下 你这样浇水可能会得病害 所以要通风 这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 你浇水的时间不能在正午 正午有阳光 如果水分 叶片上有水分 阳光一折射到水珠上 会形成一个很晒的集中点 会把叶片灼伤 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 要在傍满浇水的原因 很多花友不了解这背后的道理 乱浇 夏季多肉要死一大片 就是这个原因 明白了吧 以上就是多肉植物浇水的关键技巧 大家要记好 好了 那这一期关于多肉植物的浇水 樱木就分享到这里了 按照樱木的方法教 你的多肉就会越痒越好 在夏季不会再死一大片了 很多新手花友都有这样的疑惑 相信这堂课程为大家解决了这个疑惑 好的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收藏加转发加评论 我们下谈课程 再见了